这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念佛可以消灾灭难之理 你要想懂得这个道理 世间所有一切灾难 都是从不善的念头 卧业的行为里面所产生 这是讲一切灾难的根本因素 佛在十多经论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你明白这个道理 念佛可以消灾灭难 你就能够懂得了 念佛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最善的法门 难怪在过去 清朝乾隆年间 慈云灌顶法师 给我们讲 佛门里面 佛门里面 所有的金灾 都消不了的 重灾 罢难 念佛能够消除 你要问这个道理 你要问这个道理在哪里呢 一切的金灾难 一切的金灾不时不善 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念佛是究竟圆满的大善 这个很少人知道 我们在讲习里面 虽然讲过不少遍 真是所谓有缘人才能听到 听到了 他就能记住 他就能深信不疑 这尤其是难得 过去古来的祖师大德 从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金法 做过精细的比较 要找出世尊所说的 重点核心 那么找到是 华言是一切金的根本 华言金到最后 只归净土 净土 第一金是无量手决 无量手决的精华 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的核心 是第十八月 十八月就是 持明念佛 这样找出来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的佛法 是以念佛为核心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 无不以念佛求生净土 为修学终极的目标 属于念佛的功德 无比的超胜 没有能跟他相比 那现在我们似乎看到 念佛的功德效果不怎么大 而不是想象当中那么殊胜 原因在哪里呢 是我们念的不如法 不合理 不如法 所以是有口无心 念佛的效果 大打折扣了 如果如理如法的 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什么样的灾难都消除了 道理我们要懂 然后信心呢 就居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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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